您好 歡迎收看9月8號大花蓮地方新聞 帶您來看到8號下午花蓮北區下起大雨 這一次也造成了蘇花鐵公路的交通再次中斷 大量吐石流傾斜而下淹沒台9線164.5K 以及台鐵重得到河仁堅東陣線軌鬥 從下午2點開始實施封閉管制 搶通時間還在評估當中 大雨沒有停歇山坡吐石不斷崩落 滾滾淋流順著山坡大量傾斜而下 隧道口大量落石砸落碎石漸起大量水花 吐石洪流更是瞬間爆發直衝山下來車 8號5後花蓮山取猛烈大雨 台九線蘇花公路多處攤防 其中崇德路段更是出現嚴重吐石流 場面顯像還生 就怕造成嚴重災情 河仁道崇德段下午2點起只出不進 也讓管制站出現排隊車潮 但不只公路停擺 鐵路同樣嚴沉一片 碎石泥流大面積崩落 衝回台鐵東陣線 花蓮鐵路雙向不同 這一停時也讓車站大廳擠滿人 旅客無法順利回家 火氣很大 衝突插曲不斷 如果我現在等到台北的話 這麼多人就不要不能力 我可以 你 你怎麼東西啊你 你幹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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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更有民眾因為等候太久 身體不適被送上救護車 這場突起來的暴雨 又遇上周日下午 大批民眾要收架北返 如今鐵路公路都停擺 要怎麼回到工作崗位 是一個問題 但更嚴重的是地震過後 都還在重建 結果這場大雨又讓花蓮 成為故島 記者綜合報導